日本立木县山区日前发现一对男女交尸 手脚被捆绑还堆叠成十字形 回忆死状引发热议 日本警方连日调查发现死者是55岁 男性死者保岛龙太郎和他的妻子 保岛夫妻生前在东京上演某条街 经营多家餐饮店以及房地产公司 是当地知名大亨 日本杂志Flash报道 他其实是中国人 多年前规划日本籍 在新冠疫情期间 以低价乘租超过时间倒闭店面 改为经营24小时烧肉店 居酒屋和意大利餐厅等 几乎包下整条街 有前员工受访表示 保岛夫妻从收钱到修水店都亲力亲为 但他们的强势作风也惹出争议 四月初保岛夫妻才汉童叶发生抢客纠纷 闹到警察上门处理 是否因此惹来杀鸡还有待厘清 十五号晚间保岛龙太郎被拍到 牵着脚踏车出现在上野街头 警方研判保岛夫妻遇害时间 可能在这之后 事后一名二十五岁男子平山林全 向警方自首 但他并非直接下手的凶嫌 而死者住家的车库 以及嫌犯平山林全的车上 都被发现有血迹 警方推测夫妻俩可能是十六号凌晨 在家中遭凶嫌施暴 随后被载走 如今警方还在追查 其他涉案人士以及幕后藏禁人 华视新闻陈刚陈书山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